在很多的电影中 一些主角将自己的汽车改装成所向闭秘的武器 他们的汽车能够轻松在道路上对敌人的汽车进行攻击 能够轻易摧毁敌人的汽车 甚至还能在自己的汽车上改装一把机枪 对敌人进行威慑 但是现实中 这样的改装真的能够做到吗 夏娃想到的电影中的改装办法是 在汽车轮胎上加装一个具有攻击性的钢磁 这一个钢磁能够直接击穿敌人的轮胎 然后让敌人的汽车停下来 于是他利用木板制作了一个木板 用这个木板焊接一个能装在汽车轮胎上的钢磁 很快夏娃就制作了一个属于他的轮胎钢磁 为了能够验证钢磁的威力能够将汽车的轮胎击穿 亚当开上了一辆汽车与夏娃开始进行追击战 夏娃在汽车上安装好钢磁以后 两辆车从同一地点出发 然后夏娃用自己的钢磁轮胎撞击亚当 看亚当的汽车是否会被钢磁损坏 夏娃的钢磁果然强大 很轻松就将亚当的汽车车表皮摧毁 最后亚当的汽车被损坏得完全没有了之前的样子 就连汽车轮胎也被撕碎成条 不过夏娃还有第二套钢磁 这一钢磁更加巨大 又是否能有更大的威力 钢磁很轻松将亚当的轮胎撕成了碎片 不论是汽车外壳还是轮胎都轻松被损毁 但是夏娃对此并不太满意 他认为钢磁还能再进行升级 最好能够直接再攻击到敌人以后 就让敌人的车停下来 最后夏娃又研发了一种钢磁 这一种钢磁在与亚当对拼的时候 直接将亚当的汽车外壳损坏 而亚当的汽车轮胎也是直接不见了踪影 同时亚当的汽车也彻底报废停下来 这一种改装让亚当和夏娃异常兴奋 但是他们接下来要迎接的 是一个更大的挑战 亚当的改装方式与夏娃完全不同 他准备像电影中一样在汽车的引擎盖上 加装一个高速机枪 然后利用高速机枪对敌人射击 在经过一番改装以后 亚当成功制作了一个能够在汽车行驶的时候 固定机枪并且稳定发射子弹的装置 不过为了安全 亚当将机枪的子弹换成为油漆弹 在进行改装汽车的实验之前 亚当准备先尝试开着车手 持着枪追击开车的下娃 看看用枪在汽车上能否保持精准 经过测试发现 如果是手持着枪进行射击 精准度远远不如正常射击 十多发子弹 仅仅只中了很少的几枪 接下来就是亚当准备使用自己制作的固定机枪 追击夏娃 这一次的机枪射击 亚当最开始根本掌握不了准心 很多次都射歪了 但是到了后面亚当的准心越来越准 甚至可以做到枪枪击中 在第二次测试的时候 亚当更是打得夏娃直接举白气投降 如此看来使用机枪杆装 也是能够做到的 并且效果还十分好 我是蛋丁 我们下期见